台东县府8号在台北捷运新门站举办了快闪小旅展 与多家业者合作推出了三天两夜套装旅游的行程优惠 台东县长绕经理还有现场公布前500名旅客预约游程的折扣架 不少民众纷纷到摊位报名抢购 热情的原住民舞蹈表演仿佛一秒来到台东 感受自然放松的氛围 台东县府团队在西门捷运站举办快闪小旅展 推广三天两夜套装游程优惠 台东县长饶庆林还揭晓现场前500名预约游程能获得的折扣架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参与 看到那个价钱那么亲民 我真的很有错 很想要去玩 虽然这个交通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有补助 加减都一定有帮助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让游客透过各种方式 亲近山水和土地 这些有趣的活动全都融进套装游程专案 台东县府说明游客可自由搭配入住的饭店或旅宿 结合免费半日游和加价自选行程 两个人就能成行来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 这次最大的量解应该是在价格方面 我们整合了业者 然后上下游一起整合 所以提出了非常优渥的价格 所以住两个晚上 而且还有半天的半日游 还有特殊行程 所以这样子每一个人是3099 那当然今天有特殊的价格是1999 那这个价格应该是在过去几年来 其实很少看到 台东套装游程优惠纳入生态永续 部落旅游和观星导览等特色行程 活动一路延续到11月25日 邀请民众到台东享受慢活 记者张海婷李文胜台北报导